听到天际那突然响起的清冷的声音 无数目光望了过去 而当看到那妖艳动人的女子的时候 都有片刻的失神 当然了 一些对着这张脸颊颇被熟悉的人 在看见之后却脸色大变惊呼出声 啊 那都啥女王 嘉行天 法马等强者满脸震惊地望着那拎着消炎闪褪的女子 几个人的贺声也在广场上引起了一片骚动 那美杜莎女王的凶名在这加玛帝国可是极为不弱呀 虽说这几年消失了踪迹 可这凶名与燕名依然没有多少减弱 相对于他们的震惊 海波东稍好一点 他已经见过美杜莎一面 虽然说并不很清楚他和消炎之间的关系 可是看起来呀 似乎并不算敌人 行了 用了他出手这局面呢 怕是要好一点了 海波东暗自说道 这美杜莎女王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呀 虽说或许依然比不上吞噬了众强者灵魂的误护法 可想必呢 也能够将消炎保护下来的 不用惊慌 消炎呢和他关系不浅 海波东一笑 向嘉行天等人解释道 文言嘉行天等人这才放下了心中忐忑 当年的美杜莎也只是处于斗皇巅峰 虽然说比嘉行天要强许多 可也并非真正的斗宗强者 然而先前看他出手的速度以及竟然能够抵挡住 误护法一击的身手 想必如今定然已到了斗宗阶别 斗皇巅峰与斗宗虽只有一线之隔 可是实际的差距却宛如鸿沟 哎呦没想到啊 他竟然已经突破了 嘉行天的脸色有些苦涩 他在这一步已经止步多年 可却丝毫没有进展 哎真是没想到啊 萧炎竟然还和他有着交情 法马也摇了头 几个人相视苦笑 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三年的时间 当年那个势单力薄的少年 身边便凝固了如此强大的一股势力 办公中云与纳兰燕燃在美杜莎出现的时候也愣了 玄丽眼中神色略微有些变换 不过紧接着便结实话语无形 我就知道你会出手 萧炎轻笑道 哼 我是因为那抚魂丹的缘故 否则谁会管你的死活呀 萧炎一笑 对于这个女人的嘴硬程度 他早有体会 今天呢 拜托一件事 若是你能够做到 我萧炎这条命 交给你也无妨 文言美杜莎充满了一样魅惑力的 狭长的毛子微微一眯 自从认识萧炎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在他面前说这般带着恳求的话 这一刻他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对于萧炎骨子里边的傲性 他颇为的清楚 然而今天 缓缓压下了一样的情绪 美杜莎女王轻瞥了一眼面前的误护法 再看了看 身体悬浮在不远处的药老 怎么 想要我出手保护你的那位老师 是的 美杜莎 却缓缓地扭过了头 美眸凝视着不远处的误护法 好片刻之后 这才吐出了一句话 难哪 这个人实力太强 连我也并非是他的对手 护得住你 就不能分神护你的老师了 萧炎心中顿时一沉 这情况已经不妙到了这种地步嘛 连美杜莎这般骄傲的女人 都直言不讳地说不是他的对手 那你和老师联手对付这个人呢 你老师经过先前连番大战 再加上还受了一些伤 如今战斗力已经大减 就算是我们联手 也同样难以阻拦这个人 甚至若是被他一旦抓住了破绽 再次出手抓你 那么便是无人能够抵挡了 提议再度被否决了 萧炎心情啊 越发的低沉 今天的这个情况 当真是糟得很啊 美杜莎女王 在他们低声交谈的时候 吾后发也回过神来 听到了嘉行天等人的贺声 当下斗篷之下的鸿芒闪烁 这个名头啊 他也是听说过的 奉劝阁下 别管我们魂殿之事 不然到时候大祸临头 可就晚了 他的命是我的 在我收起之前 别人都不能动 文言的斗篷之下 诡异的鸿芒猛然爆闪 一道澎湃的黑色雾气 自己体内抱涌而出 最后如狼烟一般直冲天际 那尤其体内啊 爆发而出的威势 即便是斗王强者 都会感到胆颤的 感受到 吾后法体内 涌出的澎湃的气势 美杜莎的冷艳的脸色 也首次露出了一抹凝重 求诈你所说的试试吧 我和你老师联手 美杜莎突然对着硝烟说道 如今之际 若他只是护着硝烟 那么要老想必 没几个回合 就会败于 吾后法手中 而到了这个时候 一旦要老被抓 那么硝烟怕也是得抱走 多谢了 这份情硝烟谨记 本王跟你可没什么情 我这样做 只是为了得到复魂丹 硝烟尴尬一笑 这个时候也懒得 和这个女的再去争辩了 见到硝烟吞声不语 美杜莎低哼一声 先手一动 浓郁的七彩能量 暴涌而出 最后宛如彩虹凝聚在其手掌之上 闪烁着美丽的光辉 看到了美杜莎的举动 远处的要老略迟疑 也再度的将古灵棱火召唤而出 两个人是一擒以后 气势呢 却皆是将处于中心的 硝烟发牢牢锁定 哼 怎么着 小两个人联手了 美杜莎和要老根本没理会他 身形微动 瞬间便出现在了 硝烟发不远的地方 雄魂的力量蠢蠢欲动 随时准备发动凶悍攻势 鸿蒙闪烁 乌乎发目光在美杜莎与要老身上 扫了扫 多捧下的眉头一皱 看如今的情况啊 不能继续再拖延了 这两个人实力都是不弱呀 一旦出点什么岔子 今天不仅得不到灵魂 说不定还会把自己也葬送在此处 看来只能使用这招了 真是可惜了 斗宗强者的灵魂 可是不能随便寻找到的呀 心中很是舍不得叹了一口气 旋即误护法眼中 诡异的鸿芒一阵暴涌 手印骤然一变 随着误护法手印的变动 那笼罩在身体表面上的黑色甲衣 突然犹如活物一般的蠕动了起来 其中一张苍老的面孔在场之人皆不陌生 因为那正是啊 先前被误护法吞噬灵魂的云山 云山的虚幻的人头一出现 一阵阵低沉的诡异的呜呜的声响 便突然响起整遍天际 也突然之间阴风不断 令人浑身犯寒啊 云语纳了阉人 目光死死的盯着 那浮现在了误护法身旁的虚幻的人头 背齿锦咬红唇 心中虽然说充斥着极端的愤怒 可那股自天际弥漫而下的强横的威压 却令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异动 误护法的举动 也是引起了美杜莎要老的注意 当下心中皆是暗自警戒 如鬼爪一般的手掌 缓缓地从袍袖当中探出 误护法轻抓着那虚幻的人头 旋即一着凝笑 掌心当中诡异的浓郁的黑芒抱拥而出 旋即近数 灌注进入了人头其中 随着黑芒的疯狂的灌注 那虚幻的人头也急速地膨胀 仅仅眨眼的功夫 便扩大到了胀许多宽 而脑袋的扩大 人头脸庞上的痛苦之色 更清晰了许多 一样的灵魂七彩叫声 隐隐之间渗透而出 顺着阴风是扩散而来呀 森罗万象 魂之葬礼 当虚幻人头膨胀 到三四丈左右的时候 一道阴森残忍的声音 骤人 下层